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7月18日,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加拿大副首席医疗官Harvard医生表示,此次新冠病毒疫情迄今为止所造成的死亡有超过8成是来自长期护理院的院友 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重启,有越来越多的被感染者是青少年 昨天17日为止,加拿大医疗卫生部门共检测了338.7万人,其中有109264人确诊 过去一周内,平均每天有4万人接受检测,准确率约为1% Harvard医生表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下降之后,全国的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在近期又开始出现回升 在过去的一周,每天新增病例有350例 而在7月初的时候,这一数字已经压到平均每日300左右 就在前日,新增病例达到430例 这一情况与目前酒吧,夜总会重开 派对越来越多的情况相吻合 尤其是在青少年当中,传播的情况更加严重 虽然青少年患上重症的不多 但是,还是出现了好几例青少年重症病人 医生因此表示,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退的当下 青少年还是应该避免去拥挤和密闭的空间开派对 另外,安省医疗协会OMA17日发出警告 省府准许酒吧经营室内业务很可能导致疫情爆发 使得安省的防疫工作毁于一旦 上周,安省政府宣布重新开经济第三阶段计划 其中包括准许餐馆酒吧在执行社交距离规定 做好防疫工作情况下,打开藤石室内业务 OMA主席希尔医生说 当人们在酒吧内消费酒精类饮品时 很难保证执行保持社交距离 戴口罩和勤洗手等防疫措施 另外,室内空气不流通 新冠病毒的传播扩散风险非常高 我们已经看到最近在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国家 重开的酒吧爆发疫情 使得国家疫情形势再次恶化 面临再次关闭经济的风险 OMA首席执行官Allen说 最重要的是,酒吧必须严格执行公众安全指导和防疫规定 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最近,魁北克省满地可市疫情反弹 每日新增病例案大幅上升 其中,染疫酒吧就占到30到45例 这些酒吧没有严格遵守防疫规定 成为疫情传播扩散的新源头 Allen还说 我们理解安省重开经济非常重要 但是必须从其他地区疫情复发的错误中吸取经验 避免酒吧重开后导致安省疫情出现反弹 出现第二次关闭经济情况 OMA还呼吁任何人有关新冠病毒症状 应进行自我隔离和及时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安省酒类和博彩委员会17日也表示 将成立专门团队增加对酒吧业的检查和监管 而BC省昨日17日新增28宗新冠病毒确诊案 总数增至3198宗 这个数字达到5月8日以来 BC省单日的新增病例最高值 BC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医生17日特别强调 最近的病例中许多是20到30多岁的人 病毒传播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 虽然对于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来说 这种疾病并不像对年龄较大的人而言那么严重 但他们依然可以传播这种病毒 BC最近真的是遍地开花 也让人不得不静心起来 希望在疫情到来之前 BC不会二次爆发 我们不用重新封锁 不少人都觉得染了新冠 只有老年人体弱多病的人才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然而本拿比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你 即便是年轻人受到新冠病毒的攻击 也可能非常危险 一名叫做Winsley的20度岁华裔小伙 不仅平时身体健壮 而且是一名高级综合格斗教练 他曾经赢得了无数的战斗 但面对新冠病毒 他却败下阵来 Wins成为皇家哥伦比亚医院RCH中 需要住进ICU的最年轻的病人 这间医院是BC省主要接受新冠病患的医院 今年3月 Winsley连续多天发烧 在本拿比医院拍了X光做了血检之后 医生发现他有感染新冠病毒的迹象 而后Wins的情况很不稳定 肺部大量的积液导致他根本无法呼吸 病毒又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肺部 医生不得不给他装上呼吸机 并给他服用镇静剂 最后把他转入了皇家哥伦比亚医院 这间医院ICU的医生夏普表示 Wins血液含氧量非常低 而二氧化碳水平相当高 肺部严重发炎 难以自行排出二氧化碳 医生只能在他住在ICU这段时间里 密切观察他的血氧含量 以保证他的器官都能有足够的氧气运作 也观察是否出现新的感染 夏普医生说 Wins好几次都骗了他们 以为他已经好转 可以摘下呼吸机 然而情况又再度恶化 这样糟糕的情况使他住院一个月 按理说是非常痛苦绝望的回忆 但他之后竟然完全不记得 住院头三周的事情 当Wins清醒过后 他的体重掉了20磅 对于自己卧床一个月的肌肉萎缩程度 他很惊讶 Wins里平时透过饮食和做运动 来控制其二型糖尿病的病情 他曾经能够一口气跑完半程马拉松 但现在他连上个楼梯都会出汗 他说 我最美好的记忆就是 喉管从鼻子拔走的一个月以来 第一次尝到真正的食物 那感觉真好 至今对Wins的病情 医生依然非常困惑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感染 为什么会变成重症 而关于新冠病毒可能带来的后遗症 至今依然扑朔迷离 可能要几年后才能解答 吉隆娜32岁的全职母亲 却已经受到了新冠后遗症的折磨 这位母亲的名字叫伊顿 医生相信她是在3月初 从两个分别为2岁和4岁的儿子女儿身上 感染了新冠病毒 伊顿的儿子和女儿参加了当地一家儿童游乐队后 分别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 根据当时的规定 伊顿没有资格进行测试 但由于他具有新冠病毒所有体征和症状 当地医生提供了医疗诊断 公共卫生护士每3到5天和他联系 以评估他的症状 伊顿表示 最令人困扰症状包括呼吸急促 说话一多就要停下来呼吸 无法长时间站立 极度疲劳 肌肉无力 还出现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和心跳过快的症状 另外 伊顿身上还出现了奇怪的皮疹 到5月份 伊顿的新冠测试已经成阴性 但他尚未完全康复 到7月初 他被诊断出患有病毒后综合症 现在的他表示 我不能不敢经常出门 因为对光敏感有偏头痛 我不能和孩子一起玩 不能继续做一个好妈妈 我不能打扫房间 也没有精力挣钱 我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的事 这位曾经充满活力的年轻母亲的生活 完全被颠覆 鉴于最近Kelona还出现了巨群感染 他督促当地居民 要认真对待卫生安全准则 包括保持社交距离 在封闭空间内佩戴口罩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以及在BC省根据第三阶段重新开放时 依然避免不必要的旅行 BC最近的确诊数字 有反弹迹象 希望大家都能配合卫生部门 在疫苗来临之前 不要功亏一篑 加拿大是否准许华为参与 本国的5G发展计划迟迟没有决定 有分析指 由于加拿大所面临的特殊情况 其最终决定可能与五眼联盟的立场并不一致 据新报报道 英国政府本周早些时候 已经决定停止在5G网络建设中 继续使用华为设备 观察家认为 加拿大将因此承受更大压力 其做出的决定 要么将与长期盟友拉开距离 要么进一步削弱与中国的关系 预计沃太华将在今年之内 就是否允许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参与本国5G网络建设做出决定 由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和新西兰 组成的五眼联盟当中 加拿大是其中两个 仍未禁止华为参与5G项目的国家之一 新西兰周三表示 将不会全面禁止华为 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决定 最近成立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言人 阿姆斯特朗表示 五眼联盟针对华为及其风险和影响的立场相当一致 而加拿大对华为的沉默很可能会受到中国的欢迎 因为中国希望五眼联盟分裂 他说自由世界的团结是中国最糟糕的噩梦 分裂才使其梦想成真 加拿大三大电信公司均已排除华为参与5G网络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高级研究员帕森斯向新报表示 这意味着沃泰华现在更有理由以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5G 但他认为 令加拿大面临复杂境地是与北京的关系 与英国的情况并不相同 他说 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 中国将两名加拿大人口为人质 同时中国也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因此 加拿大政府无法像英国一样大声说出对华为安全的担忧 加拿大华为公司事务副总裁维尔西周三向新报发出一份声明说 英国的决定不会改变中国在加拿大的目标 声明表示 我们支持并尊重加拿大政府对5G的审查 我们期待加拿大政府就华为在加拿大5G建设中扮演的潜在角色 达成独立基于事实证据的结论 维尔西还表示 2019年华为在加拿大投资近2亿元资金 而今年这一数字将会更高 并且与2018年加拿大华为公司雇佣的540名研发人员相比 该公司现在拥有大约800名员工 帕森斯认为 华为大量的工作机会和资金涌入加拿大 这可能使北京在沃泰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还是那句话 在疫情开始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宅在家里都宅出毛病了 就连小偷也开始不偷价值高的东西 开始偷纸巾大米等等的硬通货 像是从6月底开始 川斯雷克对所有天车站的洗手业机 都直接采取了上锁保护模式 原因就是员工发现洗手业经常被偷 真的是逼不得已了 只好用铁链锁起来 然而更加魔幻的还在后面 最近巴拿比警方发现了价值 7万5千元的赃物 然而这批赃物竟然全是纸巾和大米 警方表示 他们在5月10日接到线报 一个装满大米的大型运输集装箱 被人从一家公司里直接偷走 里面的大米价值更是高达2万加币 而在6月份的时候 这批大米还在网上公开出售了 然后警察就开始着手调查 最终在Lanley发现了一个装满赃物的仓库 里面除了有多达3200磅的大米 还发现许多偷来的货品 其中包括26双凉鞋 400泡 橱纸 大量卫生纸 大量尿布 一箱子弹 还有1500现金 别看这些东西单价低 奈何人家数量大 总价值高达75000刀 该事件目前仍在调查当中 相关指控将转交给卑诗省检察院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